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但是那些姐妹都很羨慕 他們要受受不來 我是不要受 我是希望增加一點 不要太受 好吧 我們就開始 開始禱告 請邀長老給我們做個開始禱告 感謝主讓我們一起來研讀你的話 主我們也求你 你自己的聖明親自來 來幫助我們 來明白你自己的心意 來更多的認識你 主啊 也真是知道 從越國際裡面領受你 從上頭來給我們的社會 也從上頭來 主啊 給我們的人生的代理 我們把今天一天的學習 仰望在主的手裡 求主幫助我們 求主幫助你 有牧師 在我們讓我們在你的裡面 我們一同地學習 一同地掌敬 來用我們同在 我們教你 小大道 我耶穌基督的 阿明 OK 這是約伯記 大概是大家等待我有機會講的一個課題 那麼本來是去年就 要長老安排我去年來講 但是去年這個書還沒有印出來 所以就拖到今年 這是為什麼今年我沒有來的緣故 我想大家對約伯記一定有興趣吧 對嗎 對 那是因為他牽涉到這個苦難的問題 那我主要是今天是從九點到五點 對嗎 明天是從幾點 兩點半到六點半 OK 所以那個時間大概加起來十二個小時左右 嗯 那這個十二個小時 我在想採取一個 一個就是說 一方面會全面的 讓大家們了解這個約伯記 尤其是這本書的一些 結構啦 還有它的特點啊 還有它一些神學的 還有一些人生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深入一點 在幾個很重要的課題上 可以深入探討 那這樣的話是 希望說 這一段時間可以 給大家一個 對於約伯記有個比較清楚 有把握的理解 那麼這個 這個課本呢 一步步學約伯記 就像我其他的書一樣 才用同樣的方式來 來處理的 所以有了這個書在手呢 你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抄筆記啦 或者怕東西記不來 因為 你該記的東西 我在這本書都幫你記了 所以你需要的就是 有這本書 在你的手中 將來 有機會 你慢慢把它學通 然後 你差不多 可以說是 對約伯記有相當 大的一個把握 對他的理解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這個一步一步的特點 所以我想 你有什麼問題當中 可以提出來 這個上課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大概 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停一下吧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 不是那麼準時 所以我會講到 我滿足我就會停 那麼 下午吃到十點半 然後要做一些的 喔 這樣的話 時間到了 大家有個人提醒我一下 舉一下說 我就知道 差不多那個時間 給你一個break 兩次嘛 可是兩次嘛 兩次很好 那這個 好 如果當中你有什麼 覺得你應該 出來出來沒有關係的 不影響我的 好吧 你睡覺可能會影響我 所以沒有關係啊 你們就是 如果有需要 可以臨時出去 沒有問題 那我會花一些時間去講 但是我整個講的那些 根據呢 我會用這本書 當作我的一個 一個行程 所以你手上有這本書 會對你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說我會叫你看 第幾頁 第幾頁這樣 因為這本書 最主要的精華都在這本書裡頭 所以你有這本書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假設你沒有這本書 你也可以 你可以借來用 沒有關係的 你用完就放回去就好了 好嗎 你可以借來看 我是希望你手上有 我翻的時候你可以跟著來 如果你不想買書 你就借 那麼用完就還回去就可以了 不要一寫的就是你的 OK 所以不要寫東西就可以 那當中呢 如果大家有問題 你舉個手 我都可以填下來 回答或者討論你那個重要的問題 這是大概我們上課的方式 嗯 嗯 那要怎麼樣去理解這個月薄記 那要怎麼樣去理解這個月薄記 我先問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月薄記容易明白嗎 不容易啊 但是大家都念過月薄記嘛 只是念過月薄記 那月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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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來說是不容易明白的 因為他 因為他牽涉到幾個問題 一個就是他月薄記 他本身的那個表達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所謂全面月薄受苦那個故事 以及後面他那個復興的故事 那中間 從第三章一直到四十 四十一章 那些採取爭辯式的表達 還有月薄的回應 還有一粒糊的插入 還有上帝啟示 這幾個大的課題 他採取表達的方式 都是不是一般 像我們中國人的讀者可以理解的 因為他們就是從一個 比較複雜的一個 也就是 也不是複雜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神學觀點 然後加上那個人生 面對那個 極為複雜那個受苦的問題 就引發了他們 他們講來講去講來講去 但是他們都知道他們講什麼 但我們讀的不知道他們講什麼 所以這個是讀葉伯記的困難 所以你說不明白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一般的人讀讀部是很明白 那麼我的責任這一次呢 就是希望能夠幫你明白 就是我的工作做完了 如果你不明白 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 應該是可以明白的 我就盡量幫你明白 你翻開這本書 在這個目錄 這個 content 就是那個大概第二三頁那邊 目錄 所以這本書有上下车兩本呢 一共有二十六部 所以就是十三部十三部的一個學習 那這本書不是注釋書 不是commentary 不是說按章按節這樣順座去講解的 它乃是有時候有順序 有時候有順序經文處理 有時候呢是順序神學主題 所以我認為這是兩個很好的角度去掌握葉伯記 就是能夠順序 就是能夠順序 那個章節進程 講解我會順序 但是很多時候只能夠 從神學主題裡頭 去了解他們的談論 這樣的話幫助你很快的就是能夠掌握 所以你可以看見 比如說上次呢 他第一步講到 概過認識葉伯記 這一步呢就是 全面的給你一個bird view 就是一個好像鳥欄 就是從上面看下來 對葉伯記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很像概論性的一些課題 那第二步呢我處理這個 這個所謂文學技巧 一般我們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弟兄姐妹讀聖經 都不太管這個文學特點等等 但是呢其實這個文學特點 文學技巧是在世經學裡頭 一個precondition 就是你一定要懂 你不懂 基本上你進入解釋經文的時候 就不太能夠掌握 也不能夠深入理解他的 所以我一定會教你 關於葉伯記這些文學特點跟技巧 在我每一本一部一部書都有這個問題 都有這樣的一個課題 那從第三部開始呢 就講到葉伯這個人 然後第四部講到他受苦 然後第四部講到這個撒旦對他的試驗 然後第五部講到葉伯所謂的suffering 什麼叫做suffering 到底受苦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然後他自己親身的經歷 然後他用不同的terms 不同的詞彙來描寫所謂受苦的experience 這個是深入去探討 就會知道所謂受苦是什麼意思 人家受苦是什麼意思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然後第五部引進一個問題 凡是受苦很大的人都會想到一個什麼 死亡的問題 to die better than to live 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到這種地步 就是死比活更好 you cross那條線的時候 所以在這一條線 在所有受苦的人都會走過去又走回來 走過去走回來 所以這一條線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會自殺 because they cross這條線 and not able to come back 自殺 所以這一個是岳伯記我們會談的一個問題 然後受苦的人都會想到人生的短 我們現在覺得人生很長是因為還沒有受苦 我覺得life is beautiful 如果等到受苦的時候 就覺得life is short 那種感覺很強烈 所以這個是我們也看 在岳伯記怎麼樣探討這個人生 這些我都會深入去談 然後第八部講到死亡跟永生的一些關係 然後第九部 第十部 第十一部 主要是談這個 還有第十二部 主要是談到岳伯跟他三個朋友 那個我叫做爭辯 dispute 不是dialogue 是dispute 我會談他們到底 因為我們一般人對他們的談論都不想明白 他們以什麼方式來談論 我會提到這個事情 第十三部講到岳伯 他本身對神的complaint 然後下策呢 第十一四部講到他 他為自己的defense 他為自己的辯白 那這樣岳伯采取的方式 我在這本書裡頭會坦用這個文學的特點來 讓我們理解到底他們以什麼的方式來爭辯 還有岳伯在上帝面前怎麼樣來對話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他採取一個不是我們一般的dialogue 他採取的是一個叫legal 法律式的一種defense 你們上過法庭嗎 就是legal court的這種方式文學表達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就會明白他們在談什麼 還有第十五部 岳伯跟神打官司 這個打官司就是legal 從十六講到神的偉大 還有人不能夠讀識他 十七部講到人的智慧 因為所有這個苦難的人都會think very hard 把所有人的能夠想能夠知的事情 都去處理每個問題 那個叫human wisdom 平常不想東西 人受苦的時候他都會想得很深 所以這個叫做human wisdom 所以當他都會發覺人的wisdom真的很有限 人都覺得自己很聰明 什麼時候他覺得自己不夠聰明呢 就是他受盡苦難的時候 我講這句話有道理嗎 你看 都有道理 這位是岳伯記就是讓我們看見 我們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只有受盡苦難的時候覺得自己沒什麼 然後談到神的智慧十八部 然後十九部講到岳伯他的laman 他的那個哀歌 受苦者的哀歌 然後他對自己表明他的無辜 然後來二十一部講到那個以利弗 他談的那段話 所以二十一部 二十二部是以利弗所談的那些 他的思想還有他的神學見解 然後二十三二十四部 還有二十五部是講到上帝那個啟示 那個最後那個啟示 然後二十六部講到岳伯那個忏悔跟復興 所以這二十六部其實是layout一條路線 讓我們從岳伯記走進去 然後能夠看見 所以蠻有順序的 這個大概是這兩本書的一個layout 可以進來 OK 可以嗎?明白嗎? 這邊有兩個位後面 好 你們打開Page 1 第一面 第一面就是這個 第一步 第一面就是第一步 如果你看這本書的它的排部 基本上就是第一步 然後有一個主題 蓋國認識岳伯記 然後它第一點叫背誦要句 所以每一步都有個背誦要句 所以如果你研讀的時候 這一段經文是很值得我們背起來的 那這個大家都會背 我們一同念好不好 好 岳伯 我要講岳伯說 我知道 您的關係是可惡的作 您的實力不得難做 誰用不出身的定義 是你的實力 常常 我所說的 是我 不明白的 這些事 還是奇妙 是我 不知道的 求你請我 不要說話 我問你 求你只是我 我從前封文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 所以最後一句話 第五節是大家都會背 都知道 我從前封文有你 現在親眼看見你 只是大家對岳伯記 都能夠背 那是什麼意思呢 知道你進入岳伯記 明白岳伯記 你才知道這句話真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這個封文跟眼見的差距很大 所以岳伯其實苦難其中一個 就是說在受苦裡頭 如果一個人可以出來 一個改變生命觀念的一個經歷 是平常不能夠 平常的日子不可能賦予我們的一個經歷 所以這是苦難 這是岳伯可以講的 第二點呢 有這個小測驗 那麼這邊有一些問題 一些問題讓你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回答 看你了解岳伯記多少 你翻到第二頁 我就隨便問幾個問題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岳伯記 因為你們說讀過岳伯記嗎 岳伯記有幾張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二 對嗎 四十二 除了岳伯記 哪一本書是就岳伯記 唯一提到岳伯明志的書卷 所以在就岳伯記 只有一本書提到岳伯這個人 是哪一本 以西節 第三 誰是唯一提到岳伯能忍受苦難的新岳作者 只有一個新岳作者提到岳伯 雅各 講到忍耐受苦 根據岳伯記造成岳伯受苦的原因是哪一個 這個三個朋友你們會嗎 知道岳伯的三個朋友嗎 很難記 以利乎 以利法 還有這個以利法 比勒達 還有索伯 三個人 你大概要開始學記他們的名字 岳伯和他的三個朋友一共爭辯了幾個回合 幾個cycle 三個cycle 這些都要了解 以岳伯爭辯的三個朋友當中 誰的年紀最大 以利法 岳伯二十八章的主題是 智慧的超越 以下哪句經文屬羞恥問句 你要知道羞恥問句是什麼 那第二題是 等下我會談談羞恥問句是什麼 第十題 請找出以下經文所採用的 比喻 metaphor 那這個也是文學特典 哪一個是metaphor 你們知道metaphor是什麼意思嗎 不知道不要簡單 在我會講解 那他這個metaphor是那個蜘蛛網 蜘蛛網 就是用一樣東西來比喻一樣一個道理 這個叫做蜘蛛 十一節 你們以為可紀念的真言是 如揮的真言 你們以為可靠的尖蕾是 與你的尖蕾 這節經文采用兩個蜘蛛 請把左邊的蜘蛛 和右邊的意思連配起來 如揮的真言是哪一個意思 與你的尖蕾 看到嗎 所以這個叫做蜘蛛 蜘蛛就是用一樣東西來說明一個道理 這個蜘蛛 我還有看其他的一些 所以你做這些問題可以幫助你 你有空啊 回去啊 上完課之後 每天做一步啊 然後二十六個週之後 你看你又上過課 就做本這本書 你 就可以算是了解岳伯基了 可以是阿蘭達 岳伯基的專家 我可以保證 只要我不在你就是專家 你現在半個 所以這本書就給你一個相當 confident 的一個 understanding 而且那個對材料的處理掌握得很好 所以不要忘記 follow up 不然的話你就聽我講一些 然後下個禮拜就忘了50% 再過一個月剩下5% 明年我來你還說 還不記得是你講過岳伯基 所以那種 passive learning 果效不大 我們 keep listening 但是你發現我們聽聽聽聽 沒有整理 沒有吸收 沒有掌握 最後我們好像懂 其實也不懂 不能傳達 不能夠live out partly就是我們的 way of learning 所以我希望你們可以回去好好把它掌握 那你看著這些問題 加油站有一些問題 你說我怎麼知道答案呢 你知道這本書 所有的答案都在這本書後面 你知道嗎 每部解答我看是在哪裏 我看是在哪裏 在page 在page 208頁 所有的answer都在208頁後面 每每步步的加油站 所以不要看答案再來回答 這只是提供給你說確定的嘛 好嗎 這不是考試了 這是學習的一個技巧 我們這華人考試好怕了 還要找答案才能夠幹 所以不怕 這個不是考試 如果剛才那些問題你放到第四頁 如果你這些問題 你如果做二十題 如果你超過十題 就表示你對岳波就有差不多的一些理解 但是不懂的事情也是很多 然後第四頁有一個內容解釋 內容解釋 每一步都是採取這個布局 有背誦經文 然後有這個要紙 然後有內容解釋 內容解釋就是對這一步的詳細的解釋 這邊有幾個人對岳波濟的一些評論 岳波濟是一本文學印底 優約內容豐富的智慧文學書卷 也是神賜給我們的寶貴其事 這邊有一個William Zouk 他講過一句話 岳波濟的思想非常深 這個字怎麼的? 深深深 高超的概念 極其優美的文學表達 比世界上任何詩文作品更優越 可說是世界一大文學基督 我很同意他這句話 我在讀這個旧約的時候 包括新約聖經 如果你說 從這個literal 文學的角度來說 每一位本書像岳波濟那麼優越跟美麗 就是他的文學表達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超 所以為什麼我們讀他會腦愧呢?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appreciation對這個文學 你要知道 葉伯濟是用希伯來文寫的嗎? 中文只是翻成中文 但是如果你進入希伯來文的 那種優越文學表達的時候 那就可以看見 真的是很特別的一本書 文學表達越優越的書 這個文學作品我們越難去理解 最簡單就是老百姓講的話 每個人講都知道 所以尤其是那個 我們現在讀葉伯濟比較容易了解的兩段 就是那個第一章第二章 那個葉伯 你知道嗎? 他家裡幾個人幾個孩子 有多少隻羊牛 那個narrative我們叫做敘述文學 這個最容易明白 還有最後那個復興那個narrative就裡面 那中間都是Hebrew poetry 都是希伯來文詩歌 而且是非常高級的一種 一種詩歌文體 而且這個詩歌文體 又不是那種好像雅各 詩篇那種詩歌文體 它是進入這個真言那種 叫做wisdom 這個智慧的一種表達 還有一種我們叫做 叫做disputation 這種爭辯性的表達 這兩個問題 一般上我們中國讀者都不懂 這個所謂智慧文體的表達 像真言這樣的 所以你在讀葉伯濟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常常用真言 這樣來梭理 然後又採取一個叫court 像legal 就是我們講的法庭式的一種 非常logical 而且要evidential 你有證據 所以很嚴肅 我說彈起來 不是開玩笑 你上法庭 不能開玩笑的嘛 所以就被他們講話 很serious 但是也很tense 但是又很美 所以這個岳伯濟很意思 所以他的評論很簡單 但是背後有很多值得問